东方航空最近的业务的层次不好 大家就知道了 令到它一众的航空股的价格 股价都做得不太好 主要是因为客运跟货运的量 也大幅的下跌 这情况是环球的情况 但是亚洲区的情况下跌的情况特别的严重 本来最近那个航油的价格下跌 对它的盈利有一些帮助的 但是它已经做了一些保值的超利的合同 那到那个油价下跌的时候 反而令它在这方面的损失 大幅的增加 这特殊的那个航空公司呢 在油价方面的两难的局面 一方面就是当那个油价上升的时候 它大幅增加它的营运的成本 但要是做一些对冲的动作的话 又怕油价下跌引起影响他们在这方面的损失 另外刚开始是说的 就是它的营收方面的收到的需求 放缓的影响 所以两方面都对它的营运的短次来说 都是起码是能成一些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航空公司呢 在未来的半年 我看它的股价整个来说 都是比较乐厚的大盘 另外的大盘反正未来的半年 也是太过不稳定 所以我不太看好航空的板块 就会费掉了 放出锅子